股票投资让你伤脑筋吗 想要学习投资一技之长吗 欢迎收听 古海飞扬 哈喽大家午安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听古海飞扬 我是紫阳 台北股市今天表现得不错 大家都很开心 关键还是在谁 在台积电 对不对 其实这一波以来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台积电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8月 我记得 我看看资料 我们在8月的 7号8号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跟各位报告过 这个台积电 你要留意哦 你先不要去乱追股票哦 因为台积电 我们认为会有机会 到这个 拉回到545元 那果然 讲完之后 他就一路一路慢慢回慢慢回慢慢回 就回到545 甚至还跌破了545 来到了540块上下 那真的跌下来之后呢 那大家市场就悲观啦 可是基本上8月17号 当他跌下来之后到8月17号 我在节目 我说过了 我多次前先跟你预告 我说过了一个交易员啊 能够拿在这个市场 能够拿到获利 拿到正报酬 交易员跟分析师是不同的 交易员是事前看到任何的迹象 看到未来的未来一步两步之后 我现在先做动作 这叫交易员 我们是来赚钱的 那分析师是看到了涨 说涨 看到了跌 说跌 那所以当你看到了涨 再说涨 再去追涨 那请问你 你能够稳定的有正报酬吗 你绝对是有时候赚 有时候亏 有时候赚 有时候亏 最后最后最后还是亏 分析师都是这样子 你不能够看后 你不能够看当下 去决定做不做 你要看到未来会怎样 我现在要不要先做 交易员的差别跟分析师的差别 就在这里 那我说我涨 怎样 我说我们这一路来 我说你看我做节目 我节目的内容 我做节目跟你谈的东西 那基本上 跟一般你听到的节目 不一样 对不对 一般的节目就是反正分析师 每天上节目就是股票最强的 最棒的 然后呢 讲完之后 主持人一定会给他鼓鼓掌 说老师真的太棒了 那请观众 听众朋友赶快来 跟着老师操作报名加入 有没有 那你看我的 你听我的节目 哎呀好闷哦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讲 也没有请主 也没有请这个主持人 啊 这这个怎么跟人家不一样 可是 可是 你仔细听我节目给你的 带给你的一些东西 随着时间过去 你会发现 都一个一个验证 我不跟你讲事后的 所以什么样的 我要所以我要做的节目是一个 呃 一个交易员 他看到什么 未来要发生什么 那我先跟你讲 我觉得我看到未来会怎么样 那你要怎么做 你认不认同 用时间来给你答案 好 那你看一一的验证了 到8月17号 我说你们不要看台积电跌破下来了 台积电会跌到545以下 这边基本上8月8号我也先跟你预告了啦 所以跌下来你也不意外 对不对 那跌下来了你不应该意外的 同时到8月17号 我又提前又先跟你讲哦 注意咯 他回撤545 不是代表你要看坏 而是他回撤重要的545关键价值哦 他随时会酝酿一个转折上来 所以反而那个当下 你应该转为积极乐观了 先做好准备了 那你有这样做吗 没有 尽管你听到我跟你讲了 你还是不做 因为大部分的分析师 告诉你保守小心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只有一个交易员跟你说 交易员看到的是什么 未来下一步下两步会发生什么事 台积电要转折上去了 而且一定会收复550 有没有 8月17号我跟你说 他要转折上去 而且他会让你看到 我收复550元 回重新回到550上台积电 那所以我说这一波的指数要转折 要反弹了嘛 那谁带的台积电嘛 所以我刷一17号我就先跟你讲 这一波会由台积电重新回到550元之上的过程中 会带指数上去了 你相信吗 你不相信 你想要相信 可是你又害怕 因为太多分析师跟你讲要小心保守 对不对 不要照进怎么怎么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我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你仔细听 那慢慢的去咀嚼之后 你会发现 用时间证明一切 我跟你谈的东西 我事前先跟你讲 你事后来验证 我讲的话 值不值得你稍微信任一下 值不值得你参考一下 好不好 那再来 我们讲到个股 那指数的部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 因为最关键时刻 我都讲了啦 对不对 那最关键时刻 我就跟你说这个 呃台积电嘛 好 带指数上来 那今天你看到台积电带指数上来 今天台积电已经到多少了 有没有 你看看今天台积电 最高已经到600 啊 564了嘛 对不对 重新回到550之后 已经到560了 那你说指数今天涨一两百点 合不合理 合理啊 好 那到今天台积电上来了 你的代指数上来了时候 你该怎么做 对不对 你该怎么做 那 要买什么股票 我讲直接的 可以买什么 那今天大家看到 哇 因为昨天的NV NVIDIA公布的财报 太漂亮了 对不对 营收又创高了 获利又暴增了 怎么办 来不及了 AI股不买不行啊 哇 全部今天AI股 全部跳空大涨 那你觉得啦 真的是AI股 真的是不买不行了吗 来不及了吗 要赶快买吗 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投资朋友啊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哦 你不能够你的想法跟市场 所有人都一样哦 那你不觉得那全市场都应该大赚钱了吗 全市场都这样子想的时候 那而你也这样子想的时候 那全市场都对的 大家都应该大赚啦 可是事实上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会发现每一次我跟你讲的个股操作 我说我们个股一个关键 交易员看的是未来的一两步之后的事情 不是跟你看当下 不是跟你看当下 如果说你都要讲当下的话 那我就觉得说 你会很难做 你都没办法事前先做准备了啦 好不好 来 你看哦 之前 在 上个礼拜啊 上个礼拜 我们去做了一档股票 提前先买 他还没涨我们就先买 买完之后呢 这礼拜就获利入贷 大赚五十几万 哪一档 是全市场没有人在讨论的 4147的终域 生技股的终域 艾滋病新药的终域 对啊 多久没人再讲了 对 一直都没人讲 对不对 直到上周 周末 上周四 上周四开始 我们带着会员先买 那买完之后会员也会觉得说 就打电话来询问啊 我们为什么买终域啊 为什么觉得他会涨等等等等 很多的疑问啦 那 到礼拜一 礼拜二 拉涨停了 所有的疑问都消失了 你知道吗 所以 一个交易员 看的不是当下眼前他没涨 而是看的是 他即将要涨了 我们要投放资金 透过这样做法 我们才能拿到正报酬 了解有意思吗 所以 那为什么我们判断终于要涨了 这就再回到了 最后就再拉回到我节目中跟你分享了什么呢 我们操作的依据 操盘的依据是什么 有没有 什么叫操盘依据 就是说 我们这么多这么多年来 我从交易员做上来 我们能够拿到正的报酬 操作技巧不错 甚至获得我们长官的一个赏识 然后把我们拉起来提拔我们上来 然后作为分析师带一个团队操作 那他们长官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的绩效 好 那我们能够创造不错的绩效 那靠的是什么 凭借的是什么 除了你专业的一个产业研究 等等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财报等等 应该事前去做一个预判 甚至是你要请 你要做一个很勤 很勤着 可能在针对产业 或者是call公司 跑公司 你要你可能花的时间比较多之外 当然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我何时投放资金下去 各位 你知道吗 做股票啊 不管你分析的再好 不管你讲的再漂亮 你何时买进 已经决定输赢了 这个很重要 你何时把你的资金投入市场 投入你要的标的 那个当下一成交 就决定最后结果成败了 所以你怎么可以不重视出手时机价位呢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讲了 为什么 久久没有人在讨论的忠誉 我们在上周四买了 出手了 为什么 对不对 它是艾滋病新药 它是什么题材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叶子娘跟你讲了 不是我一个人知道 是大家都知道 对 大家都知道忠誉的题材概念是什么 但问题是你什么时候买会赚钱 就拉回到我们交易员 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了 在我而言 我们的团队 我说我代表团队 我们会去锁定的就是什么 这是我们自己在自己的一个城市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城市设计上面 我们的一个公式套用上面 去掌握的 抓取的是盘中的一个数据进来的东西 这个你在坊间是看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集中度 筹码个股在盘中的 集中度的一个短时筹码的数据 这是我们自己写城市 运算经过计算之后 电脑计算之后 掌握出来的一个 即时的一个数据运算 筹码的一个 集中度的一个短时筹码的一个数据 这个你在坊间是绝对没有人有的 其他团队绝对不会有 那我们也就靠着这个东西 靠着这个数据 每每都能够在转折的位置买到标的 所以当一档标的出现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会判定他进入转折区 可以先买了 懂了吗 所以为什么上周是买中域 他还没涨 为什么知道可以先买 果然买完之后他就起涨了 然后本周拉到涨停板之后呢 再创高我们就获利卖出了 有没有 那这一笔单 我说了嘛 我举例像我们客户 就我所知道有人买30张的 这一笔单 从上周买到这礼拜初 就赚了58万 对不对 那是不是买转折是成功的 对 那么是不是正绩效 正的报酬是因为你买转折来的 是的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出手时机重不重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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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讲了三次很重要 出手时机真的很重要 好 那再来 记不记得 今天又涨停了 哪一档标的 2485的赵赫 赵赫今天涨停 昨天也涨停啊 对不对 可是请问你哦 你今天听我节目的人 你们自己 自己扪心自问 你自己摸的良心讲 我的节目 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 赵赫难道是涨停的 我才跟你讲吗 不是吧 对不对 是不是在起涨喷出钱 我跟你讲 要去留意一档标的 他快要上去了 有没有 记不记得 有听我节目的 我说 2485的赵赫 2485的赵赫 那么 这个礼拜二 8月22号嘛 对不对 这个礼拜二 今天礼拜四了嘛 对不对 这个礼拜二 在准备喷出涨停前一天 8月22号 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我们在注意的最新标的 是一档 要准备要上去的标的了 他是什么 我还没公布 我说他是一个转机成长股 EPS有亏转盈 而且毛利率 即增来到4%以上 持续看多的一档标的 有没有 那讲完之后的隔天 礼拜三 昨天拉到涨停板 今天礼拜四又涨停 连续两天两根涨停 我讲完之后 开始连续两根 两天两根涨停 那是不是起涨前 我先跟你预告 那为什么我知道 问题又来了嘛 对不对 问题又来了 你还没涨 为什么你跟我讲赵赫 还没讲 为什么你说 他这个有一档股票 准备上去了 要我们在 你们在留意的标的 是什么标的 因为集中度的短时筹码 显示出关键的数据出来 代表他已经进入什么 起涨前的转折区 赵赫 其实我们盯他 不是盯这一个礼拜 才盯他 他在7月31号的时候 就出现第一批 第一批的短时筹码数据进来了 第一批的数据 在7月31号 出现数据是2.62 隔天8月1号出现数据0.92 那我说了 当一档标的出现第一批数据的时候 不是去买它 而是先观察它 第一批数据出现之后 它会消失 连续好几个交易日 开始又重新归零 数据归零 就什么 代表第一批数据进来之后 等待 等待第二次的数据进来了 赶快买进 懂吗 所以买点是如果在第二批数据进来的时候 就准备正式起涨了 OK 好 所以731 跟8月1号连续两天数据进来之后呢 先观察等待 追踪 一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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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8月10号 再一次进来 0.12 8月14 0.31 8月17 0.09 8月18 0.36 你还不买吗 各位 你还不买吗 转折区到了 你还不买吗 投放资金吧 各位 结果呢 到礼拜二 我再一次提醒你 我们在注意的标的已经快上去了 有没有 讲完之后 隔天喷涨停 今天再喷涨停 请问你 我是不是就提前先讲 所以我说 你听我节目的 你用时间 时间一天天过去做 你一天天听之后 你一天天验证之后 你发现真的 我都先讲 指数大盘关键点在哪里 怎么看 我也先讲 有风险可以注意转折 我都先讲 有风险有机会 我都先讲 个股什么样的标的 可以注意了 可以注意了 我也先讲 对不对 那因为只有这样子做 你才有真实的拿到获利绩效 交易员跟分析师的差别 就在这里 所以我的节目 我说我不需要分析 这个主持人来帮我鼓鼓鼓掌叫好 我不需要去营造那种气氛 我说 听众朋友 你们每天在听那么多节目 你们自己会分辨分辨分辨 什么是真的 什么人有真本事 什么人只是每天在吹嘘的 什么样的节目 只是每天在制造气氛的 你们自己能够分辨 那我的节目就短短20分钟 所以我说如果 光我自己一个人都讲不够了 分析行情 个股我都讲不讲不够 讲有时候都讲不完了 有时候还删除一些我想跟你分析的内容 对不对 都讲不够了 我还请主持人来跟我分时 把时间又拆散掉 然后一直打断我讲话 我告诉各位 那个真的不是我的节目 我要呈现的东西了 一个节目能不能得到认同 是听众朋友 你花时间去听之后 你自己会体会着 好不好 交易员跟你谈的东西 你要注意听 因为我都事前先跟你讲 给你一点方向 好 那好了 赵鹤今天有涨停的 你知道吗 赵鹤今天有涨停的 这一波布局的 听众朋友也好啦 新朋友也好啦 老朋友也好啦 赵鹤 100万买下去 到今天赚29万 200万买下去的听众朋友 老朋友 新朋友也好 赚58万 赵鹤啊 有没有 前几天获利卖出的中域 从中域有我说我们这边有客户 30张就赚58万啊 好 那你看赵鹤 赵鹤 赵鹤布局完之后上来 买100万的人可以赚29万啦 200万的人可以赚58万啦 对不对 那请问你需不需要买一堆 你不要买一堆 你集中锁定 那就对了 集中 然后呢 在转折时刻 锁定 出手锁定 然后转折上去 你就准备等我通知 就获利又入带 然后再准备下一笔的交易 那每一笔的交易 为什么我通知你出手 当然是因为他的短时筹码数据 显示出来了 可以投放资金了嘛 那当然那个标的背景 一定有题材 有成长性 了解有意思吗 好 那此时此刻 我们又在注意什么 此时此刻 你可以留意一档标的啦 因为节目中 我不能够针对单一个股 去公开直接讲 因为这个是有推荐的嫌疑 这是不合规定的 所以如果你对于我 这边给你暗示的标的有兴趣的 你都可以在今天 直接拨电话到公司 直接拨电话到公司来买进 我节目中给你暗示的标的 好 这一档今天我要给你暗示的标的呢 它怎么样呢 它则上半年的营收 跟本业的获利啊 听清楚哦 上半年的营收哦 跟本业的获利哦 都创同期新高 创同期新高 然后呢 这家公司原本有告诉大家说 这家公司原本告诉大家 就我今年载手电单 大概是多少钱 已经已经有载手电单 都确定有多少了 稳稳的啦 稳赚多少了啦 可是呢 他最近又跟我们讲说 他的载手电单 比原先估的再增加 再增加多少 再增10亿 你上半年营收 跟本业获利都创同期新高了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说 你的载手电单又再增加10亿 哇那不得了耶 而股价呢 嘿嘿 股价拉回整理了6个礼拜了 那代表什么 你现在他的 他的买进时机 如果确认了 你买了 你不是去追涨 最热门的 因为他的拉回整理6周之后 要转折上去的 所以我讲了 我都先讲 有没有 所以我就跟你说 我节目中跟你讲的股票 都是先讲的 准备转折上去钱 我先提醒你 这么好的公司 然后呢 短时筹码数据进来 可以投放资金了 你还不买吗 那这档标的 你想买的投资朋友 那我有限一个名额 88个名额 现在拨电话 明天你的手机 收简讯通知买进 最新的这个重要标的 有兴趣的名额 赶快先把它拿去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 88个名额 88个名额 那今天我有开放88个名额 我们明天会用文字简讯 传送到你的手机 因为这样做才能同时收到 我的88个名额 我一通电话 一通电话通知 没办法了 那个时间先后差太多了 所以我今天 今天开放88个名额 明天会发文字简讯给你 在什么价位去买进 你要在明天手机得到文字简讯通知的 那这88个听众朋友 你现在把88个名额先占去 先拿到 88个名额 88个名额 现在拨电话 明天你的手机收简讯通知买进 最新的这个重要标的 有兴趣的名额 赶快先把它拿去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 现在就加入叶子杨老师的LINE AT ID 小老鼠YAYA168 小老鼠YAYA168 或拨电话02-2362-8000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雇102年 金管投雇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节目中所推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